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306集 纵母担心别人听说自己还有个女儿 就不要自己去做了 你放心 我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她住在学校 不会回来住的 那行吧 你们回去商量一下 不过你最迟明天得给我回复 因为我们要赶回去上班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们还得重新让中介帮我们找人 乐乐也不忘叮嘱 装得有模有样一点 好好 我明天上午就给你们回复 乐乐递上一张名片给宋母 这是我的名片 你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还要去中介那边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宋母伸手接过来 可是听说他们还要去找人 宋母心里就担心了 万一人家找到比自己更合适的人 自己岂不是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宋母决定速战速决 绝不能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要不这样 我现在就给我女儿打个电话 你们稍等我几分钟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阿姨你放心 我们不是那种可恶的骗子 你要对我们说的不放心 我们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房子里看一下 反正离这儿也不是很远 到时候我们会把身份证 户口簿 包括钥匙 都给你复印好 你也要把你的身份证和户口簿 复印好给我们 这样大家才能互相放心 是是是 还是你们想的比较周到 宋母见他们这么说 肯定不会有假 于是给宋卿尘打了电话 心里在担心着 不知道女儿这个时候 是不是在上课 电话一直想到最后也没有被接听 应该是在上课 宋母放下手机 对他们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女儿可能在上课 没有听电话 没关系 回头她肯定会给你回过来了 你要是想跟我们去看看房子 我们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说不定这期间 你女儿就给你回电话了 好 宋母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同意了 自己这么大年纪 一看就知道是普通妇女 就算是骗子 也不至于来骗她这样一个 要什么没什么的普通妇女 抱着这样的心里 宋母跟小周他们一起上车 然后前往房子的住处 这里离房子很近 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没错 他们带宋母来看的房子 正是纪正廷带宋清晨看的那栋别墅 纪正廷知道宋清晨担心最多的 还是没办法 向宋母解释这套房子 所以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让宋母接受 思来想去 最快的解决办法 只有用这种方式 宋母看了房子之后 自然是满意 别墅不算大 卫生她一个人可以做完 楼下有一大一小的房间 说是可以提供给他们住 楼上只要将卫生打扫干净 就不用上去 对于他们母女俩来说 楼下的地方绝对够住了 外面还有一个大院子 左半边是一块空地 右边是草坪和各种绿植花草 转了一圈下来 宋母觉得 这工作量还真如他们说的 确实够大 不过自己也没什么事 每天在家里 照应这一个家和院子 起早带完 应该也能忙完 看完了房子之后 宋母的电话响了 果真是宋清晨 给宋母回电话过来了 宋母正在纠结 要不要跟人家签协议呢 正好女儿打电话过来 跟她说一下 宋母接起电话 面上是藏不住地笑 喂 清晨啊 妈 打我电话有事吗 我刚刚在上课 是这样的 妈找了一份工作 可以安排住宿 而且 人家也愿意接受你妹妹 跟我一起住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打算签下来 妈 什么工作这么好呀 就是给一个雇主家 看房子 打扫一下卫生 整理院子之类的活 他们小两口 常年居住在外地 没时间回来 房子空着怪可惜的 所以就想找个人 住在这里 天天人气 他们觉得我还老实 我 我看他们也挺诚心的 嗯 你看 妈 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不要被人给骗了 不会 他们说好 把身份证和户口簿 都复印给我 我也要复印给人家的 这样大家都放心 再说了 谁来骗我一个普通妇女啊 要不您别着急 我明天午休的时候 陪您去看看 这么好的事 哪里还能等到明天 我也是正巧 在找房子的时候 碰到他们打算去中介找人 所以才疗伤的 可我还是不放心啊 哎呀 你妈又不是傻子 也没到七老八时 不会被骗的 我呀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不要再为房子的事操心了 现在呀 有这么好的事 妈都开心的 找不着北了呢 您可别 到我走丢了 我还不知道去哪找您呢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要跟他们谈一下公司 然后就去签约 妈 您是不是太着急了 哎呀 不着急怎么行 这么好的事 遇到了就得赶紧抓住 不然 可就轮不到我了 可是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人家等急了 该不高兴了 宋母 匆匆地结束了 跟女儿的电话 然后跟乐乐他们 去打印店 复印了身份证和户口本 因为打算出来找房子 身份证之类的东西 肯定会用到 所以宋母 就待在身上 乐乐和小周 商量了一下 最后决定 给宋母六千块 一个月 并解释了 提供了他们两个人的住宿 所以工资要降一点 当然 给得太高了 宋母也会起疑心的 但是对于宋母来说 六千块的工资 又提供住宿和吃饭 她已经非常满意了 她怕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解决了住的地方 还能赚那么多钱一个月 就算是不吃不喝不睡觉 也要把人家房子 打理得井井有条 手续大约弄了不到半小时 宋母拿着合同书 开心的都要找不着北了 一想到 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 那心里是一个激动又高兴 总算是不用在旅馆里 住那么贵的房子了 大家好 我是姬正廷 呸 大家好 我是军言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事 昨天不是 只更新了四集吗 有些人来问我 我上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主播感冒了 然后有些露不出来 那咱们就缓缓 然后呢 昨天不止更新了四集吗 那么剩余两集 咱们先记着囤着 是明天或者改天等 能跟上了 咱们再补上 好吧 今天上来就解释这个事情 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晚安